大家好 去年2019年 其实有很多人都在玩那个Pokemon吧 你在玩Pokemon的时候 你是属于 收集那个Pokemon的那个 那个 那个主人 但是你知道吗 啊其实我们 啊有可能你也是 别人也是在抓 抓你 比如说别人可能 把你当做是Pokemon 那个抓你的那个Pokemon 那个主人是谁呢 啊因为刚好现在是在7月份嘛 啊 农历7月份 那么啊其实之前我已经想 我想讲关于这些东西 但是啊 刚好现在是7月份 那么我就说一说 其实我所说的那个Pokemon呢 我们是 被抓的那个Pokemon 啊 那个Pokemon的 那个主人呢 其实就是 谁呢 就是那个 黑白无常 我们华人说 那个黑白无常 你知道 有很多人 在路上 在马路上 啊就是因为可能 驾车 驾得太快 或者是 啊可能很夜 出门 啊去 去处理的事情啊 啊 往往这些 这些情况呢 就会导致 意外的发生 或者可能 有 啊 受伤啊 或者是 有人身亡 在这里呢 我是想 跟大家说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尽量就不要少出门 尤其是在晚上 因为如果说白天跟晚上来说呢 啊 晚上我们事先 肯定是比我们早上会来的比较差 我们 我也不希望说我们是 被 那个 可能说 我所说的那个 下面的人啊 就是那个黑白无常 啊 来抓 抓啊 那些的在这里呢 我就想跟大家说 啊 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 那么早 被抓到了 ok的话 就不要那么早被抓到 但是 我们就尽量 要照 要注意 啊 安全 最重要是安全第一 啊 就 你是驾驶 你也不希望说你 你会伤到人 或者是别人 啊 不小心撞到你 还是伤害到你 那么 这个就是我想 跟大家分享的啊 啊 因为突然间 我就想到 可能 今天你抓了50只Pokemon 啊 可能我们就是属于 其中那一只 我们就属于那一只 其中被抓的那个Pokemon之一 可能 那个黑白无常 也是在算 到底我今天抓了多少Pokemon 啊 最重要就是 啊 在马路上要注意安全 这个就是说 啊 也希望大家 啊 不要为了自己的 啊 舒服 而导致 受伤害啊 还是什么 好 那么 啊 今天的话题呢 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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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插 Reid 啊 上班 又青 奖 这家车架的很快啊 会导致意外发生啊 我们我也不希望这样子